副总裁的反候 谢谢主席 有请主委 请下主委 主委好 主委辛苦了 刚才詹马荣委员在發言的时候 提到他在APEC的一段过程 也謝謝你當時支持他 這件事情也讓我聯想到 我也在APAC的場合裡面 也要謝謝你曾經幫我一次忙 因為很久以前 大概將近20年前 您那時候正在國主寺 在國主寺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中山大學的教授 那時候正在籌辦一個APAC Roundtable Meeting 對私人部門怎麼樣參與海洋環境的永續性 有一個非常正式的會議 那個時候算是我們在APAC裡頭 第一次爭取到類似的圓桌會議 那麼之後十幾二十年 一直到前幾天 10月31號左右的時候 我們還在辦每年一度的會議 所以當時您是代表外交部 來協助我們 而且在大會裡面支持 所以對這段過程 我也要謝謝您 因為當時環保署的同仁 非常認真地爭取到這樣一個機會 是 也是因為我是當時計畫的主持人 所以非常謝謝您給我們那時候的支持跟協助 上個星期三四我們本來排好了國獨資料法 海域管理法經景觀法的相關的審議 但是因為馬錫會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開會 所以我跟段儀康招偉就一直共同來討論 是不是要變更議程 但是我也跟你多次聯繫 您的答覆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這上個星期三四就我所知 你也開了很多的記者會會議 那兩天的行程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來說明一下 讓我們這些委員都了解 我們曾經也做過努力 但是事實上時間其實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請你過來 是 我們原來的規劃 因為整個馬錫會的幕僚作業 一直到差不多星期一天左右做完 我們的規劃是為了要把它完全展現給 我想這個到接著應該要跟國會 以及民眾說明的時候 我們是在禮拜二的下午 由總統先打電話給王院長 就跟王院長報告說 第二天早上毛院長跟曾永泉 曾經議長會去看他 討論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所以第二天我們早上原來是 先跟王院長裡面做報告 然後接著要到各個政黨 包括民進黨 台聯黨 幾個主要政黨 然後做一個報告 讓他們了解整個情況發展 然後準備在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請王院長邀請各黨團的主要幹部 再由我去做一個說明 然後接著四點鐘會有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完馬總統在第二天會有記者會 這是我們原本的一個計劃 是完全一步一步的向所有的國會各政黨說明 很遺憾的是在前一天的晚上 媒體先揭露出來 而且很多裡面不是事實 說總統要去新加坡偶遇習近平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整個步驟被等於是打破了 所以才在那一天晚上就發表新聞 然後跟相關的人士提早做說明 不過第二天我們還是按照我們的計劃 一步一步一步往下做 老師有些疑問 那麼就你現在看到的外電的報導 甚至包括我們這個一中原則的 這個問題的發言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補充 有沒有可能在 比如說有些的評論提到 是以一中的框架的框住了台灣 您的看法怎麼樣 您要不要補作一些說明跟釐清 我想在去之前 以及在這個會議的當時 到現在回來 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 都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我們在92年的時候 的確是針對一個中國的原則 達成了一個共識 可是這個共識對我們來講 是個表的一個共識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裡面 馬總統也非常清楚 當著習近平面說得清清楚楚 而且在事後的記者會 也當著全世界的媒體的面說得清楚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如果注意看媒體的這個表 顯現出來的 其實主要的媒體大部分 是對於這個兩個 他們講presidents能夠見面 其實都是給予肯定 而且認為對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 有很重要的貢獻 所以我想美國以及相當相關的國家 都會歡迎這個發展 我們中華民國絕對沒有被所謂的 一中框架框住 絕對沒有 是的 我想在國際媒體的記者會議裡面 特別在新加坡那一場 國外的這些記者們 怎麼稱呼我們的總統 president 好像大部分才是稱呼馬總統 我沒有太大把 我想他們都應該是問馬總統 應該是都稱呼馬總統的 那這次討論 除了兩岸的問題 有沒有提到南海東海的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那另外有沒有一些其他的議題 其實我們委員會比較關注的一個議題 就是這次的馬席會有點突然 當然我也了解國際事務 在事先的安排沒有成熟之前 是需要保密的 那在後續 甚至包括之前 這些的磋商談判裡面 還有沒有哪些的重要的議題 比較有爆炸性 那會不會有這種問題呢 讓我們變成另外一個 Another surprise 我想沒有 我們主要的要討論的議題 除了第一個開始是鞏固九二共識 維繫台海和平的現狀 第二個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降低敵意 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所有的爭端 第三個我們是深化 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所有的協議 所以這是基本上我們幾個重要的議題 然後設置熱線 這幾個議題我們都是平常呢 我們也都希望能夠看到 本來我們就是在維繫兩岸的現況 本來我們就希望要降低敵意 這些年來敵意的降低我想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這個爭端是包括一切的爭端 不只是軍事 包括在國際空間 包括在經濟事務 政治事務上 都要有這種和平解決爭端的機制存在 然後就是要深化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中的一些談判 我們希望能夠盡早達成有一些進展 譬如說貨貿 譬如說中轉 譬如有關互設辦事處的問題 以及總統也很具體的在會議裡面 提到了相關的一些國際空間的爭取 我想都提出來了 特別他提到了像譬如NGO 他也希望說在NGO 一般國民的參與方面 能夠受到更少的阻擾 那麼對於這個國際參與空間的部分 有沒有特別提到呢 總統當然提到了這個TPP跟RCEP的問題 也提到了我們國人到聯合國裡面進去換證的問題 也提到了我們NGO參與國際活動的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都希望說這是我們 當然是我們的權利 我們也希望不要受到任何的阻擾 因為今天12月4號到12號 我會帶領我們跟我們所有跨黨派的這些委員 參加UNFCC的巴黎會議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總統有沒有特別提到 我想總統並沒有每一項都提到 就是他提的大約是我剛剛所提的那幾部分 是 好 那所以最近的不久沒有特別爆炸性的議題 不會有的 不會有 我其實我比較關注的是我的法案 那麼我不希望在法案審達過程當中 還有又是讓我們沒辦法審議 但是我也今天也看到媒體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對於我們這一次的馬錫會是表示歡迎的 同時他的發言裡面也特別提到 是繼續希望我們的兩岸繼續有尊嚴而且尊重 Dignity跟Respect的基礎上繼續推動 那對這句話您的解讀是怎麼樣 這句話是去年第一次出現是歐巴馬在北京的APEC裡面 他在事後的這個聲明特別講到 希望兩岸的這個所有的這個互動啊 是在有尊嚴有互相尊敬的這個基礎上來進行 當時我記得我在國防部工作 美國人還特別跟我講說 你要注意到這句話是我們刻意的放在這邊 就希望兩岸的互動能夠平等有受到尊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句話 是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重要 它重點是在這邊 所以這句話事實上隱含的意思是 第一個是肯定 第二個是期待 你同意這張說法嗎 是我覺得從去年開始他們有這個話出來之後 他們事後每一次的發言幾乎都是 這個按照這個步調再往前推動 好的我想在剛才你的這個回答裡面 也特別提到熱線的問題 那我知道馬總統是特別提到兩岸事務的首長 之間將來會有熱線 因為除了海基會我們是力行性的磋商以外 那有沒有可能也有向媒體提升 提到這個有沒有可能提升到兩岸領導人之間的熱線 這個現在在現階段 我們目前副首長之間這個互動沒有問題 所以希望在這個就是我跟 台辦之間這個主任之間能夠設立這樣熱線 我想這個以後如果整個情勢發展 如果是適當的話 我們當然覺得這個要看情勢的發展 再做這樣的一個考慮 在現階段並沒有 只有到我們這個 兩岸事務的領導人的這個 事務首長會議 階層 好 那麼最後就是關於今天的答詢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再補充 或者是對外釐清的 我覺得馬總統他到這個 新加坡去 跟對岸的領導人這樣見面 我們的出發點 甚至是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 是為了台海的和平 區域的穩定 所以我們一切都是為了保障國人的權益 我們每做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發言都是針對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退讓 也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兩岸的這個基本的 我們認為兩岸的這個基本的定位 還是這個樣子 就是在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維持目前的現況 所以正是符合了美國國務院的那一句話 是在一個尊嚴 跟尊重的基礎上 繼續在推動 是的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邱委員 現在這個主席台 有四個臨時提案 那麼等一下 下一位是孔文集委員 孔文集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就處理臨時提案 好 我們請孔文集委員 時間八分鐘 我發言完畢好不好 好 那個李委員 李委員 李學章委員發言結束之後 來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請夏主委 同委員好 夏主委 你好